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回到我們今天講的事情 今天 哥德王我們講 想在德國的題目 哥德學院 Gerdet Institute 德國的文化協會 即使大家 英國有英國文化協會 法國的文化協會 德國的就是哥德學院 黃洋蔚推廣德國的文化 當然他找我們都是想講一些自學的 所以在大體上之前 有很多自學會講 例如阿全那一場是講 阿倫博曼的 心平思想 大家也可以上哥德學院的 YouTube上去看 過了這個系列之後 我們都會在同路室上載 大家可以看看 這些是比較哲學的部分 同一時間 我上次講的都是比較哲學的部分 當然是跟文化工業 文化哲學相關的思考 我有講過 但也有其他的 實際上德國的文化 跟很多重要的文化一樣 有很多文化工業 所以四哥講的那兩場是分別說 德國的建築 包括包括 包括包括電影 和 這些也是很值得大家講的 我們可以從哲學的角度去設立 理解一下建築是怎樣 有什麼思考在背後 電影有什麼思考在背後 如果真的比較厲害 可能都要去到十八世紀 十七世紀 一七幾幾年開始 其實都要近些 三四八年 所以又不是長到這樣 可是的確在短短的時間 最主要就是去到益戰 大家就知道益戰 原本德國作為一個 學術重鎮 有一個益戰 大學一人都會判了幾幾50 九百八千 所以大師商家 不能是讀學術的 讀社會科學的 讀文學讀志學的 所以拘散去了一些未被淪陷的地方 英國和學術中進美國 所以這段時間大概就是德國學術最輝煌的時候 所以要講的是很多漢無衝動可以選擇的人物很多 不介意投入很多 但我認為難得第一次和戈德學院合作 不關戈德好像差一點 即是戈德學院想想如果是德國人的文化 你建立一個協會和學院是推廣自己的文化的 你會用一個什麼人命名呢 很神奇 你問我香港文化用一個人命名 我也沒有想到的時間 我猜有些人可能可以考慮 但你未必有些人會覺得是他 但是在德國的文化裏面 如果你要講德國的語文 如果你要講德文 你不能夠文化 德國的文化 很多時候他們會很共識 就覺得戈德 Girtha 即是文德文的說法就是Girtha 英國文化協會也不是叫做薩士比亞協會 不是德國的文化協會 而是叫做戈德學院 所以這是顯示了戈德的地位 當然他這個明明方學 後來還有其他國家 阿根 意大利文化協會也叫做彈丁學院 西班牙叫做蔡曼提斯學院 這相關的 但德國是第一個 而一個很重要的顯示 就是Girtha 在文化上是有那個地位 這是很重要的 我猜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為何Girtha這麼做 Girtha有很多重要的部份 事實上我講了一些德文的歷史 然後就慢慢進入他們的 為何Girtha這麼做 在德文上 我很多老師是在德國學的 大家如果知道的話 其實德文最初是沒有一個大一統的國家 所以事實上以前大一統國家是沒有用的 因為大一統國家之後 你都不會有機會 跟同一個國家 你很遠的人交流 因為你是農民而已 以前有很多人 你沒有什麼機會 所以以前德文 其實大家千數萬樣 你無法談話 你可以想像到大概是以前的中國 現在大家要避多韓魯魯 現在是中國 但以前是很不同的 一個山西人和一個福建元 其實完全無法談話 雖然他有寫字 但德國人又不可以 一寫出來寸法會不同 他是寸法拼音的 我讀音不同 你寫出來已經不夠說 有幾位是很重要的人物 第一句就是 你想像不到 證明大家對德語統一變成一種語言 而且大家開始聊天的 人是誰 一個大家都認識的人 但是很重要的在德語上面 但是你想像不到 他的語言 在語言上面有這麼大的貢獻 你會猜到誰 令大家德語變成一個統一的語言 大家可以聊天 雖然大家仍有認識自己的方言 南部的人 譬如毛尼克奇人說的德文 和漢堡國人的德文 都是很不同的 但是他們還聽到共同的說話 德文是一個很厲害的人 做出來 而沒有聲音 找一個大家接受的方法 做出來 覺得學院的同事實質 但我問問他們 有一個人叫馬丁路德 馬丁路德 最初是什麼 馬丁路德 不是馬丁路德金 馬丁路德 以為大家搞錯 不是黑人權領袖 是宗教改革 Reformation的倡議者 就是覺得 舊教 即是天主教 現在龍馬的 很腐敗 最出名的就是賣索券 如果你做錯怎麼辦 可以付錢 甚至應該付錢 我覺得很大的問題 所以要求有一個改革 這是他在自己的地方 Nipson Bank 做了一個敢日的倡議 去旅行的話很好看 我強烈建議大家去 雖然現在 在這個時代 他去旅行很奢侈 但有機會去的話 這位就更能去的地方 馬丁路德很有趣 反而他在聖經 他要把聖經寫一寫 所有講德文的人 都能看得明白的東西 聖經原本是什麼 舊約的就是希伯來文 新約的就是希臘文 所以以前 天主教的教父很威風 不是教父 教父變成了黑蛇狼 神父 牧師 很威風 你看完他就能看得明白 你講德文的聖經 你誰知道聖經 打開希臘文說什麼 字母都不認得了 那怎麼辦 不要緊 讀神學的特性 所以很依賴他們 加上拉丁文 另一個就是 做辭職的時候 用語言 你全部不懂的聖經 那怎麼辦 後來就慢慢覺得不行 馬丁路德的想法就是 我們要直接讓人 看到自己的聖經 可以直接面對自己的上帝 這個很重要 所以新教和舊教很不同 於是他就統一了 他就嘗試用一個方法 用德文去翻譯聖經 那就來了 他就說一隻特文 就是大概不同區域 德國人或德語人 都看得明白 慢慢創造了某一種 一般來說 以漢諾威地區的語言 作為基礎 慢慢大家看得明白 那些字 現在我們稱為標準德文 所以學多一唱 所以他是第一個重要的人 所以你可以看到 德文原本是甚麼 是沒有人寫出來的 是一些市井語言 正如歐洲各地的 現在你覺得很帥的 那些文字 什麼法文 意大利文 全部都被人鄙視為 農民 市井之徒性說的 Gran的人 普通的學術說甚麼 說拉丁文 但是不行 我們覺得不可以這樣 於是他就開始把德文 變成一種語言 是可以用來寫的 可以用來說認真的 可以用來報道的 可以用來討論的 可以用來討論的 那麥丁路德 就統一了一種特語 但是這種特語 都是很貴乏的相對來說 那我老師的說法就是 雖然馬丁路德 統一了特文 我做了這隻所謂的 標準特文出來 但是令到他變成一種 很豐富的語言 是誰開始呢 那他就歸因於很多 重要的德國文人 其中唯首的就是 Girtha 哥德 他令到他不緊的一種 可以被討論正經事 用不上的語言 很多時間 他將他豐富了很多的語言 靈活了很多 豐富了很多 所以 在這個角度來說 哥德某意思上來說 是在德語 語言的difference裡面 都很重要 所以第一 就是他有一個很重要的地位 第二就是他的作品 其實很有趣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揭曉過他的作品 可能是因為你這個討論 你願意揭曉兩夜 是很有趣的 跟你現在看的東西 有些距離感 但是 簡單的說法就是 就正如我們讀中學 讀過李白一樣 所有讀德語 學校的人 一定讀過佛士德 讀過歌德的某些篇章 甚至背過的 所以你可以理解 其實你要理解 德國的文化 就正如你 中華文文化 或者香港文化 我覺得 你設一點唐詩是合理的 因為他成為了我們某部分 同時 你設一點廣東的流行曲 也是合理的 因為他成為了文化部分 而那天就扮演類似的功能 就是你要認識 德國這個文化的時候 你不理會 還會被 他有很多言語 有很多的想法 就是慢慢透過教育 透過文化傳承 成為文化的底蘊一部分 就正如我 正如李白道虎 只要我們這樣 我們當然會背景句 雖然有時候 完全不能背 他最好一點 但是有很多 我們都會很熟悉的句子 其實這就是我們思考世界 理解世界的時候 沒有那些框架 如果是扮演這個角色 在一個得意文化裡面 所以在這方面來講 除了語言上 和文化上 都是很重要的 在文化上 是一樣的 所以 似乎我們是可以 在理解的 想理解德國文化 不能夠很迴避戈德 這是為什麼我講 如果我第一次 用戈德學院 搞一些合作 不如也講一場戈德 那就是戈德 戈德 但是 我講完 剛才的廢話之後 發現了 我好像講了他的意義 和地位和格式 但是 逢是有這些描述的時候 就開始感覺到我更隨的 就是一股老土的 其實 正如有些很熟悉的 例如論語 也可能在華文化裡面 但是如果我跟你說 不如一起看論語 還有很出名的笑話 如果你們玩Tinder 打電話就是Tinder 以防大家擺盤 不知道 就是玩一些教育APP 你問別人 其中一個 打開話的方法 就是問他中了孔子 你喜歡孔子媽 你就可以很快可以配合到 不信你今天試試 回去試試 不用破金 只要在你的鋪法裡打這句 就有很多人可以配合你 不用了 事實上 有點遲 其實他很重要 我猜沒有人會說 論語孔子那些不重要 至於華人文化 甚至於香港文化 我們一定會有少許的形狀 所以你教我們 你教我們 你教我們 可能會幫到手 你教我們的文化生成 但反過來 如果我跟你一起看 你可能會覺得 我教了這些 中學音必須看一會 已經不想看 因為他有一種老套的材 所以我就是 有一個所謂經典 就有另一個問題 就是讓人覺得過時 過氣 老套 而我相信 歌可以 甚至牛士可以 他有類似的感受 如果對於一個北語地區的人來說 可以 你問他 是否美麗 詩詞 他在說句詩詞 就覺得很美 但你問他 他就會 不如我一杯茶 那問題就是這樣 就是經典之外 經典之外 有他的價值 還是有他的距離 那 回來我們華人 或者回來我們香港 在2022年的香港 當你說德國文化的時候 還想不想說他 這就是一個課題 是否還需要說他 我經常都覺得是這樣的 即是 我承認 現在看經典 就算你不是看外國的經典 更加遠 我不知道 大家有沒有試過 還要看華人文化經典 都覺得有點距離 因為是以前的事情 他那個人關心的年代 關心的事情 關心的事情 關心的課題 和你很不同 你可能看他熟悉 你會這樣想 但如果你看外國的經典 就更加誇張 我早前才拍攝節目 改完拍照 拍照片 大家知道誰 2000多年前的一個輕立舞 他在看對話錄 即是紀錄那些人的聊天 他覺得 你都不太清楚 他是現實世界 真的這樣說話 還是真的這樣想 還是其實他誇張了 有時候你想想 2000年之後 人家抓到TVB的劇 你都不肯定 他有沒有進骨 你會發現香港人的 說話方式 或者相處方式 有時候不是 很簡單 你看到TVB的人 即是大陸的人 或者外國的人 經常以為香港人 住的地方都很大 你有沒有發現TVB的 那些梳化 經常都不用靠牆 但香港人 沒有什麼人家的梳化 都不用靠牆 那你就知道什麼 你想想 那些文學作品 有多反映到 那個真實 但始終 那個感覺就是 隔開軟調 隔開軟調 即他就算不準確 的聲音也好 你仍然覺得 有些距離 那麼 另外一些很出名的作品 也一樣 就是沙士比亞 大家試試看沙士比亞 其實我覺得蠻好看的 但是 你仍然有什麼感覺 就這樣 這樣就殺死他了 你覺得 你覺得 要怎麼鋪排久一點 看同事一樣 這樣就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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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現代的喜劇 起碼弄了幾段 沒有理由這樣就死了 他就死了 他的年代 至於我們有些不同 在藝術表演手法上 在劇情設定上 在對話上 是隔遠一點的 有這個距離觀看的 是真的 這件事的問題 就更加尖尾地回來了 就是 既然 一 他們關心的課題 又離我們遠 他們看世界的方式 離我們遠 甚至 我什麼都不理會了 當故事一樣看 都還是覺得 哇 劇情是這樣的 即使最經驗的沙士比亞 都一樣 我講真的 我看奧菲露 以下 你殺死他 用不用 就是這樣 因為他們 跟我們現在的劇情 或一個劇情的安排 似乎不完全一樣 但是 搞了四百年 我們拍了四百年之後 才走到我們現在 做到他一樣 我們就沒有變化 沒有轉目過 但我們就回來了 但是為什麼 我們不看現在的 為什麼我們要看當代 那個年代的那些 這個構成了個部門 我永遠都是這樣想的 我也是這樣想的 我讀哲學的時候 有一個學科 叫全哲學 全哲學 給了我看世界的一個觀點 就是 有些經典就是經典 不知道大家一個一個 經典都會重提 我們嘗試看一些經典 什麼都會有 甚至我現在在中大 教的一個學科 是一個現在 所有中大的同學都要讀的東西 他叫與人民對話 就是真的看完 不是看完 曬就曬不到 只是學了十幾個星期 只是看十幾篇 其實是人類 從二千多年前 一直走到現在的經典 那你可以想想 為什麼要逼每一個中大學生 看那些經典呢 就是可能是 中國傳統會 看論語 看莊子 西方會看拍子圖 我逼他去看起立悲劇 這些是法師王 然後又要看佛經 為什麼要看那些 為什麼要看現在的東西呢 那全收入就會有個想法 我覺得很有趣 都是在我講 剛才的浪之前 想給一個大 就是給一個浪大家 就是經典和不經典都有一個分別 有什麼經典可以熬到這麼久 都值得看呢 就是 我不知道大家說不說 其實有時候 就算是懷著現代人的目光 我看舊的東西都好 一本厲害的經典呢 就是竟然可以過了二千年之後 你還畫到新的出來看 這個我是 我自己 當你入了這個濕環 你沒有這個濕環 你還不到 你沒有這個濕環 你覺得 我都不是關心我的東西 你覺得很遠 但一個有趣的就是 好像古人神交一樣 神交是什麼呢 就是 當然你可以完全試一下 從他的角度 看他的世界 有些什麼 這個都開心的 但這樣就覺得 於我而言 好像有點距離 為什麼要看他呢 因為我要看他的世界 二千年前 但一個有趣的就是 怎麼聊天呢 就是有時候懷著 我們的世界 我們的目光 但是看一個二千年前的經典 如果他真的是經典的話 他竟然可以 還給我們一些新的資訊 甚至乎 那個文本呢 是因為 從來沒有人用過 二千年後這個角度看過 沒有人試過 讀到那些文章出來 這個想法 其實一個突破是什麼 就是 我們有時候 在全世界的角度來說 就是 我們不完全需要 這麼拘離於 究竟寫的時候 歌德怎麼想 歌德就是他的想法 我們都可以試一下 但我們是時候可以用他的文本 跟我們現在的時代 一個對話 就是 就算他不適應 有我們現在看問題的視覺 看問題的目光 有我們現在的世界 但是不要緊的 如果他本來是夠勁秋 我竟然說 我們現在的某些問題 就是我們現在的 總是我們現在的 年代面對的問題 去看一個四百年前的經典 看一個二千年前的經典 他夠勁秋的話 他竟然都會給我們一些 很深刻的動見 而這個甚至是 你可以說 我們作為讀者 釋放了文本的可能 文本的可能 可以承認到那些動見 但因為沒有人用現代 或一個問題的目光 去看他 從來沒有人打開 可以承認到那些寶座 但是如果我們嘗試去讀他 就可能 把以前從來沒有人看過的東西 可以這樣打開 這個我想說 我之前才帶一個大的盲規 就是我會用這個方法去理解文本 就是可以用現代人和他 這樣的對話 而產生一些新的意識 新的意識 而經典和不經典的分別 就是 如果不是經典 你發現文本很單薄 你慢慢就知道了 有些文本 有些故事 電影都可以 電影一樣 你當下入戲院看 我都覺得很爽 但我相信 你無論多少年後再看 你都只能夠爽感 你很難有些 很不同的閱讀 例如 我舉個例子 例如 某些超級英雄的電影 我喜歡 我自己在星掛 我喜歡 所以 如果有人看到 想找我 去做首映 我是可以的 我可以覺得 我何你會做 我也無所謂 但是我常常都可以 但是我實際上 多好看都好 我很難相信 過了五百年後 再看那部電影 哇 還有很多新的意識 還有很多東西 可以給我 我覺得 不是那麼容易 但是反過來 另外一些 可能都是超級英雄電影 例如 Roland 的 Black Man 我有些信心 過了三百年後 看 那時候當然有距離 沒有問題 我覺得 也會讀到一些東西 出來 我不會說 我說不好 就在哪裏 不是我 他有另一隻好 但他不會覺得厚度 令到我覺得 可以經濟時代風箱 之後 總是可以有些正的面對 當然有些問題 因為那個三百年後 有些特徵比他 所以不用看他 但如果你可以有那種厚度 他不來不來 都還堅持有些新的東西出來 好像噴泉 你要畫他越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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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時候 那本經典 就看到他足夠的深度 甚至 就是現在看一些舊戲 都可以 有些好的電影 技術上是很差的 但是 他那個年代 還是讀到很多新的東西出來 讀到很多正的東西出來 這就是我覺得 我們如何接觸到經典 可以有這個態度 也是貿易之神的保育 來的 是護法工作來的 令到他原本 已經死了 那些東西 其實你打開他 打開他 再打開他 我會用類似的態度 來看很多不同的經典 包括今天我想說的 浩斯特 我覺得這個是很棒的 所以我推薦大家 用這個方法 試試去切入文盤 包括電影藝術 小說 等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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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回來 所以 這個副題 為什麼我們仍然 需要閱讀浩斯特 這個副題 已經顯示了 我們想特別highlight 在現代人的角度來講 看浩斯特做什麼 如果你嘗試上網 Google scholar 那些 研究學術的搜尋 engine 你要搜尋浩斯特 打浩斯特 一定有多少搜尋 所以當然有很多研究 實在是有很多 研究他怎樣用文學修詞 怎樣用我的詞語 怎樣去堆砌 很容易 找到很多東西 但我特別想今天 想highlight的是 我作為現代人 有什麼課題 我們看他的時候 他還會給我們一些 引擎道歉 這是我會關心的課題 我今天想跟大家share 那些核心的意義 那 開始說浩斯特 終於說 一開始說很多廢話 但我覺得很 meaningful 我自己覺得 內容了 浩斯特 我先說一些背景 我猜 在座的朋友 第一 可能很久都聽過 浩斯特的名字 不過可能都只是聽過 名字 我猜很多人 為什麼會報這場講座呢 最大的原因 為什麼有些人會讀 為什麼都堅持一下讀 是一樣的 就是他報不到其他 我猜 我猜 就是真的 就是真的 就是他想報其他 但逼於無奈 這樣也要讀 所以就進去了 這樣應該有很多 我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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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報其他的 他想聽四哥說建築 建築 建築 哇 包猴子 真的有些人想聽 謝謝你 待會兒 不要再說 我幫我聽 我定的題目 經常都想到 我覺得 可能 整個題目出來 是未必有這麼吸引 但我覺得 沒什麼所謂 幾十人 我心中偷偷地想 我心中偷偷地想 還有 僅有些人 不能報到隔壁那些 你去演唱會 買紀念品 你想買那一隻 你又排到你了 你也不是隔壁那些 我有這樣的心存條文 那時候 《佛士德》 我猜 所以我估計 大家未必很了解 《佛士德》的故事 那個文本是什麼 可能你會知道少許 我覺得最有名 應該會知道些什麼 最有名的說法 就是和魔鬼打倒 兩個人 最有名的說法 就是和魔鬼打倒 出賣者靈魂的魔鬼 但是 可能就是打到 打倒些什麼 出賣靈魂是什麼意思 接著發生什麼事 究竟成為了魔鬼奴隸 還是不是呢 我猜不有人知道 因為 始終香港文化 也不是特別要求 但在內部 看一些不知道什麼報紙 看哪裏 就知道兩件事 僅此而言 就沒有再知道更多 我猜這個是我們一般的正常 所以我猜 今天這個講座開始的時候 我首先要講一些 佛士德的背景 一些可能會聽我的 可能是Wiki 是Wiki的 但我猜大家就是不會Wiki 所以 所以 我自己自問 有趣的廣東話 講解一次 也有幫助 設置這個場面 是Wiki的我想講的 原來不是 佛士德的高手 其實高手就不能聽到 但那些你都知道的 那你就 我講一些 簡介一下整個故事 和問本 佛士德是什麼 當然是一個書名 但他本身是一個人 而且 是一個真人 以防大家不知道 就是有一個人叫佛士德 真的是德國人 那這個大概是 生活在十五成的 就是一四幾幾年的 一個德國人 有些人說 有些人說 他是練金術師 有些人說 他是魔術師 有些人說 但他突然成為了 某一種象徵 就是 有很多都市傳說 真正的佛士德是怎樣 反而不是很多資訊 但他成為了 某一種都市傳說 就是 他是一個 知之不倔 期望認識整個世界 這個宇宙的學者 他這個形象成為了 他的典型 是不是真的 其實不知 我覺得 但是不要緊 他成為了 德國文化裡面 覺得他就是這樣就可以了 之後 成為了某些都市傳說 甚至成為了其他 可能是藝術品 劇作 最初是書 最初是書 一些簡單的圖畫書 然後某些小說 拿了他這個故事 或這個人物去創作 然後形成了一種 德國 德語文化裡面 佛士德的傳說 特朗 就是佛士德博士的傳說 所以 其實有時候 我們說佛士德 可能你會覺得 是不是講歌德國本 又不一定 因為佛士德在那天之前 其實已經創作了佛士德 所以說了之前 也可以 之後 如果繼續有些很經典的文學 或是音樂 是用佛士德作作 例如 例如 李斯特有講歌 有音樂是佛士德的 還有很多作家 都有講佛士德 所以 佛士德 其實是一個藍本 是一個 藍本 不同的藝術家 不同的文學 不同的作家 會拿這個藍本 塞自己的東西進去 他只是一個大廊 大概就是這樣 所以 其實很多地方都類似 我覺得 你可以想像他的關公一樣 在華人文化裡面 是一個大廊 當然你可以說 有一個什麼 但是 三國志 應該是真的講關公的歷史 但是你可以將它變成三國演義 你可以將它變成 打擊環圍 三國志 變成第二隻關公 你可以砌很多的 甚至去到香港電影樓 拿一些關公來做不同的形象 類似是這樣的 它在一個大的廊 你不會走得太遠 但是你可以把不同的東西 去表達你不同的 可以表達他的訊息 這個就是整個佛士德的背景 所以我們特別要講的是 歌德的佛士德 在我題目上 因為你有很多人的佛士德 我特別想講歌德的一本 這本為什麼這麼重要呢 是超級多人 超級多人 都會覺得 歌德的佛士德 就是德語文學No.1 超級多人敢講 如果你要講一本書 是德語文學 最有價值的一本書 是德語文學作品 很多人都會覺得是佛士德 所以 歌德的佛士德 有一個乾門地位 但實際上 它是什麼來的呢 它不是一本小說 它不是一本小說 它是什麼來的 是劇 劇 在西方文學裡面 劇作 是扮演一個極度重要的文學地位 這是從一個橫的文化來說 覺得怪怪的 初時 扮演的時候 你看電影 還是拍出來的 不是 劇本是文學作品 很奇怪 大概就是這樣 而且這是很長的歷史 由希臘 悲劇開始 一直走到2000年 到現在還是 寫劇是很重要的 所以劇作家會拿到 是這樣的類比 當然後來《橫文化》 就上次學習他 很多人都會寫 草譽、老舍都會寫 但是在《橫文化》裡面 始終它不是最主流的文體 但在西方一直都很主流 包括了佛士德 這部被視為德語 No.1的文學作品 其實是一個劇 劇 它的劇分為兩大部份 而且這兩大部份 是隔很久才出現的 第一 我們叫做《佛士德》第一集 第一部 《佛士德》第一集 應該是1806年出現的 第二部是隔了25年的 1831年 是隔了25年的 所以整個佛士德的第二部份 其實就是 擁有了戈德的整個晚期 戈德的整個晚期 二十幾年 二十幾年 二十幾年前都不知道是什麼 他用了二十幾年 但最核心就是寫《佛士德》第二部 《佛士德》第二部 但是《佛士德》呢 《佛士德》第一是薄很多的 二十幾年 第二十幾年 這本是一 這本是二 所以一和二 一是德生 一半或者什麼 就是翻譯出來的 就是翻譯中文版 就說 好像《佛士德》一樣 我不會看德文版的 但我會拿德文句子來看的 因為中文版太多了 我會看很多名句 我會看回德文版的 因為一會再說 一和二是有些角列的 一和二 雖然《佛士德》第二 是《佛士德》第二 是《佛士德》二十幾年 但其實大部分德國人 看過的是什麼 就是《佛士德》 就是《佛士德》 一 一是二看很多 在整個機構上 一是中學界的指定讀文 通常都是 你明白一下 正如我們 你想想 有什麼中文文章 最多人看過 就不是幾個好的文章 而是會考選擇 去做《佛士德》的文章 就成為了一代人的共同的 共同回憶 例如你說的《佛士德》 大家也知道 但《佛士德》沒有好到 我覺得是好的 所以我選擇了你 但是沒有好到 譬如你 有這麼多篇 中文的文章 是不是有好到 你一定要說一篇 其實很明顯不是 但是為什麼這樣會認出 就是會考考 在德國就類似 就是他學際上 一定會讀《佛士德》的第一部 所以那個是很出名的 尤其是當中的一段《愛情故事》 第二就不同了 二是散亂很多 二是寫成五幕 五幕可以獨立 就是人們抽一幕出來 都可以 所以有趣的是 上演劇 是極少的 是極少的 是一加二的 而且二的五部全部都做了 是很少的 通常就是做一 或者在二裡選一些部分 因為五幕是獨立的 所以是很少的 完整供應應該是極長的 而且我查看的不是很多次 所以是完整一加二的五部都做了 是不少的 我猜應該是挺長的 就是兩次是那些 Fill Marathon 但是就變成了False Marathon 整天在看 好像我們看了《魔界三部局》那樣一次 他就在看《佛士德》的兩部 我看《魔界三部局》那樣 是這樣的 那麼《魔界三部局》那樣 還有一件事要說的 就是 佛士德呢 這個很有趣 看中文版呢 這兩部是簡體版 楊武林翻譯的 我家裏其實是從事另一本 是梵體版 我一般來說 看文學的東西 我比較喜歡梵體版 我美學的判斷 我喜歡梵體字 我看美感的東西 我還是想梵體字 但是有一些考慮 是我在看《魔界三部局》的時候 或者看《魔界三部局》的時候 我是簡體版的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 教他翻譯 不知道是否說 如果大家想像《沙士比亞》那些劇 可能會有些 某些影像 那些對白 你覺不覺好像好做作 又不特別好 即現場的感應 好像很蒙藝 其實為什麼會這樣呢 其中一個問題就是 在於 翻譯到中文的時候 很多時候 因為技術能力所下 外國原本原文 是押韻的字 和押韻 和跟著格律的 那些 其實我們叫做 類似是詩詞式的 一些問題 往往都會用散文的方式液 沙士比亞是你最明顯的 沙士比亞很多都是 跟著一些Rive 有些有些音 有些節奏 但在中文的時候 就會變得好像寫散文 O 羅麥歐 你視我的法 在我身上 你視我的太陽 你視我的月 你視我的太陽 你視我的月 其實你好像 好像平時說話 但原文一定不是這樣 原文全部是有音樂美的 而在舊式的範圍 因為大家未做到 就經常都失諸膠悲 放棄了音樂的部分 意思出來 寫得它漂亮就算了 好像說一些 懶有型的省文 但是 現在近這十年八年 十年二十年 很多這些外國問題 都未重新翻譯 嘗試用法國 就算在中文裡面 都要適合 在中文裡面 都要適合 理論的方法 來翻譯 那麼 多了幾個重要的文本 都可以做到的 例如 彈丁的神曲 好了 這個 很出名的 有一個新的翻譯 誰寫了 聽陳雷士的琴真 我叫什麼 阿華國斌 是的 這是一代人的共識 聽陳雷士的琴真 竟然大家都知道 是一首新詩 但是 是我們的年代會考 會考 而且覺得特別難 黃國斌 跟回神曲 原本意大利文的嘗試 起碼 那些結構 你譯它都一和 是很難的 所以 我覺得只憑這個 結果他繼續這樣瘋 也很滿意 可以付錢買 我是這樣 他支持這個 另外就是 佛士登 佛士登本身 第一部曲 原文是差不多 全部都押穩 得到押穩 得到押穩 是很容易的 知道原因嗎 有一個人會得到押穩 知道原因嗎 因為他在動詞 擺尾 而動詞擺尾 全部都得到押穩 所以 例如 站在這裡 跑步 叫做 走路 走路叫做機人 走路 走路很容易 很容易 某意思是容易一點 當然不容易 要不然就沒有歌 可以了 我可以寫 但是容易一點 但是 難點就是 你做中文的時候 你怎麼把 以前就沒有 譬如我剛剛 家裡另一個繁枝版 就沒有 就是平時散文這樣翻譯 可以寫字出來 寫得漂亮一點 最多 但是看的時候 你沒有了讀詞的感覺 譬如 楊寶寧就不會了 就嘗試 起碼很緊 他就算不能押穩 他每一個韓數 是適合一種字 你讀的時候 有個音樂味 而且在可以的話 都找一些 德文押穩的位置 會盡量押穩 這樣就是普通話寫 有時候我不行的 就普通話讀不了 普通話寫的 普通話音 但不行的就主要是普通話試試 反而擺了某種音樂味 這也是重要的 因為歌得寫的 你讀得文 是一下子 楊寧卓 又經常押穩 但中文很多時候不行 現在這些版本 就開始嘗試 探索這件事 因為我覺得很重要 看古典文學的時候 看開頭的文學 中文翻譯 會選擇哪些呢 我終於開始講到故事了 故事上面 我覺得 我意思是很簡單 其實一開始是這樣的 一開始就是 這樣就是天庭 天庭 天庭 有一就是上帝的友 還有一個魔鬼 魔鬼 魔鬼叫 Mapastophonus 所以就選擇魔鬼 是全民應該是 希臘文的名字 這隻魔鬼和上帝 增� 究竟人類的這種東西 是否做得用 功能 有甚麼意思 魔鬼 人類比理性的多鬼愈 他一定是走錯的,不可能有美好的人生 人類是不值得的,是差异的 上帝就不這樣說,上帝一開始已經寫 就說,咦?不是 雖然人類經常走錯路 他經常走錯路,他經常走錯路 但最終他會找到正確道路 這是上帝和魔鬼的分歧 這是時候故事開始 於是上帝和魔鬼就打賭 他們試試賭,究竟我們可不可以勾人 上帝最喜歡的人類,就是佛士德博士 令到他誤入歧途 這就是整件事開始 第一個賭注是人類的賭注 下一個開始就看到佛士德博士 就是一堆,上陣的一個書房,很暗 然後有很多,很臭的那些書 那些書很潮濕 你聞到這麼脫,已經想到了 舊書店還沒想想 雖然當時應該不知道 但是你想到了 然後呢 他好像知知不倦 他很想學識世界的所有東西 但是他沒有辦法學得識 他想探求真理 但是覺得又不行 這麼多年,好年多老邁 都是一無所惡 那怎麼辦呢 這個時候,他就有一個故事說 他有一個學生 叫做Wakma 一起出去逛逛 接著復活摘士,襲襲 遇到一隻狗 以前的人很喜歡 隨便帶一些狗回家 有隻Poodle 現在Poodle很貴 那時候都在街上走 很划算 他就抓了一隻Poodle回家 為什麼Poodle呢 是什麼呢 是魔鬼化身 所以我剛才說過 Poodle 所以不要亂帶狗 所以不要亂帶狗 治癌狗未必是好事 中國人說治癌狗是好運 德國的文化很難說 因為原來是魔鬼的化身 那魔鬼突然走出來跟他講 中文有很多細字 寫得好 很有型 我跳完一段故事 就是 魔鬼就跟他講 我們不如來個賭注 來個賭局 這就是第二句賭局 就是上一段魔鬼打到 到底能否成功勾用佛士特 現在魔鬼就電信給佛士特 然後說 我們又來個賭局 一個賭局是什麼呢 就是 你覺得自己很追求學識 追求學有意義 我說你不是 不如這樣 如果你願意的話 我在這輩子做你的母人 滿足所有的願望 如果你覺得可以的話 你下一輩子做我的母人 好 那我一輩子做我的母人 那是什麼意思呢 他在賭什麼呢 他在賭什麼呢 他在賭什麼意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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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漂亮的 可不可以聽一聽 享受一下這時刻 這就是一句 整個佛士特的劇 最重要的一個句子 就是 魔鬼打到 他被一些玉環捕捉他 但看了很多不同的事情 大天世界 最終會讓他有些美麗 是佛士特 其實他吸而求 想學習 所有知識的人 都會放棄他知識的追求 最終就是 我想不要那些東西 可不可以享受這時刻呢 我想享受多一會兒,太美了 魔鬼覺得他一定會說這句話,而浮士德說他不會 這就是賭局,究竟可否成功給一些經驗,浮士德說這句話 會享受多一會兒,如果重新無事寫這句話,就不敢寫 但我想打出那個劇情如何安排下去 就是有些正到感的經驗,是他會想現在不停停 那會不會有呢? 於是,浮士德就開始了,究竟浮士德帶來些什麼 讓他享受什麼,最終會投入他這樣,會說一句話呢?會不會呢? 這就是我讀過,實際上有很多不同的東西會說 我跳過很多,很簡單講的故事就是 最後第一本,1806年寫好的這一部 他帶他去不同地方,但最後有些什麼位置碰到呢? 即是沉迷了,就是他捉了那個女人 懂嗎? 懂嗎? 你能想到嗎? 懂嗎? 你能想到嗎? 即是浮士德有幾次糟糕的,有一次他給他一幅畫 以前古代希露的美女,Helen有沒有聽過? 即是Troy那個最美的女性 他見到這幅畫已經進入了,所以第二部Helen會再出場 但是暗示了,女性似乎是其中一個可以得的位置 追捕的位置呢? 就遇到一個女孩子,在小燈裏面 叫Margaret 就是Margaret 那時候她很厲害的叫Graton Graton即是小的意思 即是小Margaret的意思 大概是偶心一點的反應 如果做廣東話式的就是Margaret仔 大概是Margaret仔 所以她很膚淺的意思 一見到就覺得很棒 然後就喜歡了她 然後就把魔鬼幫忙引誘她 然後呢 還要用什麼方法引誘她 給她一些珠寶 給她很多什麼 然後就帶她去商戶 然後商戶 商戶時就拍拖了 開始了 說真的好投入 之後就傷害了 傷害了 但是呢 後來就有很多悲劇發生 包括了 後來他已經過世了 後來Margaret是懷孕了 而在那個年代未婚華人在德國是很嚴重的 譬如你懷孕了,你懷孕了之後 其他人可以隨意踐踏你 例如你戴什麼手飾走出街,他可以扯爛你的手飾 你已經成為一個不潔的人 Margaret後來是因為這樣 而Margaret後來甚至不小心殺了他們的骨肉 他不小心,因為他的精同側上了 就浸死了他們的骨肉 於是甚至被審判 這段結局是浮善得去劫肉 和魔鬼一起殺到地牢去救他出來 但是Margaret不肯走 Margaret覺得我走又怎樣 我現在有罪人,我走又可以怎樣 那時候他選不去 那時候到了最後一句很神奇的位置 就是魔鬼又快說你走 不是叫Margaret走,是叫浮善得走 他沒有罪人 他說他已經被審判了 他已經被判了 他已經被審判了 但是喝酒的骨肉就是完了 就是沒有罪人 最後一句是甚麼呢 就是突然天使出來 不是說他 他說他被審判了 所以他認罪之後 這件事就是救他 這樣就是第一幕完 第一部就完了 所以第一部的整個故事 大體上是說甚麼呢 是一個情深深的愛情故事 是一個愛情故事 就是說他終於被魔鬼誘惑了 他喜歡女生 然後含淪了 就喜歡了女生 然後出了事 甚至女生差一點為敢而死 這是第一部 所以到這裏的時候 其實是未透顯到的 未透顯到甚麼呢 就是 那浮善得究竟和魔鬼那場賭局怎樣 還未完 因為浮善得沒有喜歡這樣 沒有喜歡那個 可不可以讓我停一停 他沒有說過這句話 事實上浮善得是被他搞到金馬血 因為呢 他愛了女生很好 愛情的感覺也是很棒 但因為他審判了極多悲劇 然後浮善得很怨恨 所以他沒有享受到這樣 他沒有 沒有啊 OK 所以 所以 如然而未決 那些觀眾是財 真的沒有財團也很享受 但是 就等他出下局了 下集了 就等了25年 應該很多人死了 我猜 應該很多觀眾死了 然後賭局 就是怎樣才行 你說有個賭局 那你又不說怎樣 就是open-end 是不是 就是不行的 但是好像現在的電影這樣 有時候拍完第一部之後 不夠錢 第二部呢 所以趙敏祖一大都在等張茂基 是不是這樣呢 就是黃精英現在拍回來 終於拍回來 所以就變成了一套95立法的 Anyway 還錄了 不要緊 那怎麼辦呢 現在就去第二部了 第二部呢 我再說一遍 第二部呢 有五幕了 那我不要緊 就是他醒了 不知為何醒了 在大花園裡 對 就是 好似的 醒了 在大花園裡 然後呢 甚至呢 使用一些聖遂 令到他 沒有了以前 不會再沉淪在以前 Margaret那段情那裡 然後他又重新開始 改變了一個新的旅程 所以25年之後呢 是完全與Margaret 相關的 我猜了很多人聽到第一部之後 以為第二部呢 一定與Margaret有故事 但是第二部完全與Margaret 完全與Margaret 是帶 是魔鬼帶頭師去不同地方 譬如他去召見德王 那時是德國的皇帝 然後又去不同的村落和時空 甚至去到後來呢 說他去了 古希臘 和Helen 那位希臘美女 一亂相了 還生了一個兒子 很神奇 其實很多寓意 為什麼呢 有些個比喻 就是 哥德作為德國的新時代 古典時代的人 古典時代的那個年代 德國經常參考古希臘的文化 所以他們寓意是什麼呢 就是兩個文化之間的對話 最終有一個結果 就是他們的兒子 但是他們的兒子 就是死了 就寓意其實這件事是不成功的 古典德國的十八世紀文化 十八世紀文化 和二千年前的希臘文化 其實這樣不成功的 就是他有些寓意 我想說 但是沒有來 所以他去不同地方 去旅行 最後怎樣呢 我覺得結局 就是他到後來 又回到德皇那裡 幫他打仗 魔鬼 他是大人 正常的方法 就幫德皇 打了一場仗 打了一場仗 之後 皇帝就封地給他 真的很值得 你封了什麼地給他 封了一個沙灘給他 德國已經出名 沒有海 還找到沙灘給他 然後空吹上 而哥德 不是 牛士德 這個時候做什麼呢 就是他最終想拿沙灘來填海 有很多事情 就是沙灘 很多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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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懂得 都不懂得 在那片新的土地上 自由地去過他的生活 建立了一個烏陀 這個是他做地的原意 最終呢 做一做一做的時候 就中中年人 開始在那裡死了 死了 但是死之前 竟然看到 那片土地的將來成功之後 有很多百姓在那裡 有美好的生活 他開心得到 後來就說了一句說話 說了一句說話 就是 哇 他看到一個很美麗的自由 很突然 哇 這個景色很漂亮 可不可以停一停 不如享受多一遍 說了一句說 他說倒地 就死了 而魔鬼呢 就以為 終於輸了 那時候是百多歲了 即是說到很多年之後 第四王第五王 這是第五王最後 他是八歲 即是他圍海造地 已經做了很久 接著呢 百多歲的時候死了 魔鬼終於贏了魔鬼 但是 這時候天使出來 又天使出來 所以第一王第二王是一樣的 就是以為不行的時候 天使出來 這次也是說了一遍 就是 你想拿去靈魂嗎 就是魔鬼想拿去靈魂 因為他那裡輸了 但是天使阻止他 說魔鬼才得救 可以上天頭 因為極多傳世空間 為何會這樣 極多虛弊 這些就是 後來我改的故事 做了一遍分析的事情 為何是上天堂呢 他明明說了一句 他明明輸了 為何會說一句呢 為何他得救呢 說完那句也沒有事呢 這就是大家上兩部 浮世德的直覺浮世結局 這是背景 你明白嗎 因為我講古代故事 所以你感覺到 就不是TVB劇 又不是韓劇 因為劇情不是現代的 你覺得 你這樣現代性 你覺得這個編劇 不會可能不得了 你去APA讀編劇 這些東西 除非你很刻意說 我是向浮世德之驚 那也不同 這是文化的背景 但是阿奴奈編劇 寫了新劇 寫了這樣的課 劇情極上 不太行 你覺得 為什麼要這樣呢 你覺得這樣 當然有很多原因 就是我剛才說 可能他那時候關心我的課題 我們不關心 他關心 德國那年的文化 和以前的希臘文化結合 是不是可以 佔助地產生 某些好的後果 我們不關心 所以就讓我們覺得 其中一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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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我們真的不同了 我們享受的那些劇情 都不一樣 但問題就是 如果這樣的時候 在剛才的故事 你分析了什麼 是對現代人而言 是有意思的呢 這個是我給自己的課題 有沒有問題 到那裡 那我先說 再次說 我喜歡說的話 有幾個問題 我覺得是有趣 我先說 有幾個問題 是值得分析的 和現代人相關的 我先說 我先說 我剛才的劇情有些關係 就是 我不知道你覺不覺 其中一個打倒 在一個賭局 在賭局 賭局是什麼意思 對現代人而言 賭局是在賭局 究竟人類 就是魔教上的賭局 人類是不是可以 被誘惑的呢 人類是否最終 是走一條對的路呢 純粹說是可以的 就算你最初是走錯路 也不是可以的 魔教上說不是 你讓他懂得思考多元 他最終是無意思 讓人懂得思考 他最終不可能 走得對的路 而不可能 就是那個測試品 這個賭局 當然是很表面上說的 但是 把現代的 context 我們說 有什麼可以理解 關心什麼呢 我不知道大家讀的時候 有什麼 或者聽完之後有什麼感受 我自己覺得 甚至放在現在香港 都不好意思 有什麼意思呢 我會這樣理解 剛才我讀過的話 其實他在問這件事 或者問這兩件事 第一 浮事得上吸吸而徒 他是知識的 是某些 一方面是知識 另一方面是什麼 其實是人生的意義 我會這樣理解 其實他是急急而求人 人生意義和知識 這兩件事 上帝說你會走錯路 但是最終你會走得對的 但是魔鬼說不會 魔鬼說不會 魔鬼說他有誘惑你 變成什麼 你會 很有趣 你會因為某些太享受的 moment 甚至可以 我這樣理解 某些慾望 的滿足 開心到你覺得 我們永遠停留在一個極樂的世界 不想再回歸出去 那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 我們如何理解人 雖然 我們如何理解人 我們如何理解人 我們下心問的問題 人是否可以獲得知識 以及人 是否可以獲得人生的意義 我都問的是這個問題 而上帝魔鬼 就住這些東西有沒有分歧 所以幾多年不是分歧 這就是事實上 我們對人類理解的兩個極端 我想到現在都一樣 有這兩種人的香港 有些人會覺得 不是的 我們總是可以努力 令到人身邊都有意義 我身邊都有 甚至我自己是其中一個 但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想到 事實上有很多人 包括了香港的人 都覺得很犬餘 或者用一個字下的字下 比較虛無主義 就覺得你說什麼 那些高尚的意義 哪有高尚的意義 或者那些高尚的意義 都是wish 是騙局 所以你可以說 是不存在某些有意思的價值 可能他只是覺得 所謂叫犬餘 就是對這些東西都很質疑 甚至會多一個嘲笑 就笑那些人 努力嘗試 類似是中學的時候 就笑一些人讀書 那些人 就是中學生 真的太努力地笑他 在人生道上一樣 你見到那些人 覺得人生的地方 可以做一些東西 做一些有意的東西 做一些有意的東西 有些人會覺得 爭取笑 你真的覺得 有意義嗎 做這些人 不如你留一些錢 去旅行吃吃 這個就是另一端的價值觀 而事實上 在這個角度來說 你可以這樣想 這條魔鬼 正正是代表著 這兩種價值觀 我不知道誰會不會說 有些人會覺得 我們可以獲得意義 我們努力是可以的 有些人會覺得 不是的 那些東西是假的 是虛防的 所以是代表著虛防主義 代表著犬餘者 的一個角度 反而他嘲笑那些東西 而如果這樣理解的時候 這個爭論 就跟現在的年代 就不是不重要 甚至某意之上 對現在的年代 是更重要 為什麼會這樣覺得呢 就是古代 譬如你說歐洲 其實不是很多人 去懷疑人生意義的 以前 你想想人生意義 有什麼懷疑呢 當你有聖經 當你有上陣 歐洲計 那些年代的人 不會懷疑 那時候 人生意義 不是一個問題 不構成一個問題 甚至古代的環 社會也不構成一個問題 為什麼 雖然我們不是相信聖經 不是相信基督教 但是你父親會告訴你 你身體的東西 你家族 還有傳宗告訴你 你不用想的 那些時候你就讀書 現在讀書的人 那些時候你就開始學姦田 那些時候你就教人 那些時候你就教人 那些時候你就結婚 然後你就生孩子 生孩子 什麼為止成功的人 就是光宗耀祖 光耀緩尼 什麼意思 就是你的存在意義 是家族傳統 告訴你 你配合到某個角色 就成功了 所以你可以依錦皇鄉 這些全部都是華世家以前的概念 所以你在華世家是一樣的 所以你不相信宗教 或者你不相信果然也是宗教 但是你一樣 人生意義不構成問題 對古代來說 所以為什麼 其實歌德寫這個 是很現代的 當然現代的意思是 世界開始變成了 歌德生處的年代 是什麼年代 就是尼采華上帝以死的年代 尼采華上帝以死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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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沒有了的時候 其實沒有的時候就OK 因為你要解釋世界以前用上帝 去解釋怎樣的世界會這樣 現在不用 因為我們科學 解釋世界上面是OK的 但是人生意義上面呢 科學似乎辦不到人生意義 科學可以解釋世界點運作 為什麼走來不需要雷神 我解釋到有些電子摩擦 有電插 閃電 但是人生意義呢 就算是不行的 於是這是一個很新的課題 就開始慢慢的 當你不信基督教 不信宗教的時候 人生應該怎麼走 是不是有個答案給我們呢 這個東西放回我們香港 和華人世界呢 一樣的 以前呢 你不會question 你老爸 你老母告訴你 的事情 或者你question不到 你沒有空間 等一下你不能讀書 首先 你question 其實讀書不是不重要的 教育的力量是一個問題的 其實真的 雖然在香港的教育已經不太訓練了這些東西 但是起碼 他在pushing的方式 就是你讀得多些書 你真的會覺得 不是啊 是不是真的這樣 你很遠的問題的嘛 而現代人呢 即是你現在呢 就算你爸爸媽媽 想過回九套 你也會理會他 我講真的 你不是說他沒有影分禮 他想你 當然會對你構成某些壓力 始終不能夠完全操控你的了 不能夠完全Dectate 你的人生走向 以前是可以的 是不是 如果這樣的話 其實跟一個問題一樣 發生的 就是華人世界 可能是 比歐洲 至少近兩三代 近五十年 或者幾百年 我們變成了一個課題 我們開始要自己想 究竟人生是否為了 我的人生 是為了什麼 這個課題呢 是以前的華人不用想的 而去到我們這代 是很尖銳的 我自己覺得 因為 香港人 從六七十年代開始 香港人 從六七十年代開始 是不需要問這些問題 因為你還未得到溫飽 我覺得這是很合理的 找招呼喊的時候 你是不需要想人生意義的 現在人生意義就是不死 才有機會可以想人生意義 所以你不需要問人生意義 所以你不需要問人生意義 你太費力了 你不需要問人生意義 你不需要問人生意義 但我猜 我猜 那些人是70後左右 大概70後左右 是70後左右 各自於這個世代 即是是現在的 即是現在差不多40歲樓下的人 你可以簽了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成長的時候 事實 我從來沒有試過餓 你沒試過 我沒有試過 真是餓 未至於以前說 我爸爸媽媽媽都誇獲 家裡有八個兄弟姐妹 或者你碪索 一年第一次吃兩次雞 一年最香港再去搶 我沒有他們說 我坦白說 只剩下2-3個的時候才搶什麼 你不要這樣 吃肉粘 好像有些衰格 但吃肉粘是一個日常的 我對你來說 反而現在已經數吃了 但你覺得 起碼分飽不是一個問題的時候 你開始想 那我之後要做些什麼 你不只是求溫飽 甚至不開始 香港的經濟 你開始九七之後有錢不行 或者是有錢不行 或者是有錢不行 那這些問題走出來之後 就變了 我要想 其實是否真的除了賺錢沒有價值 以前香港是很主流的價值觀 就是錢 就是錢 萬指倫有一個很出名的角色 成功的三大條件 錢 這是人生意義 變成賣也好 變成結婚也好 變成四十歲退陰也好 其實最終 背後的本質一樣 就是錢和享受 但是我猜 有時候大家來聽這些講座的人 你對那種生活的不滿 是吧 我覺得香港人會流行文青 沒有錢 這是真的 真的沒有錢也關事 我不是不想 說真的 我不是不想擁抱 一些軟馬的生活 擁抱 我不夠手長 如果擁抱到 我就不會今天在香港說謀事得 你說這樣 我就買一些謀事得巨摺 在家裡浴命 晚上就去吃好西 但是 應該買幾天跑車開 有幾個人 一人儲錶也儲不到幾隻 看什麼防止 你不合理 是不是 如果擁抱到色色軟馬 我擁抱不到 所以我覺得 其實文青的現象 是某意思上來說 正是對原本那種單一 聲色軟馬 指責經理價值觀的一種反撥 雖然有時 文青是走錯路 走錯路 走錯路就變成了 另一種形容 我覺得 有些 我不是一觸光打算人 但一部份 文青就變成 有文青的打扮 有文青的裝備 包括了陶路失的T恤 那些人沒有說 我聽到一個說法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感到驚慌 還是感到悲傷 他說 我不敢再穿陶路失的T恤 我就出去聽歌唱 因為經常遇上衣服 就覺得很傾氣 很溶足 覺得穿上衣服去聽歌唱 尤其是聽那些 或者聽那些 indy的 沒有那麼pop那些 不是紅館聽那些 我不敢穿這衣服 我不知道我是開心 還是不開心 我開心好像是 很多人穿 有人喜歡我們 突然很溶足 我的朋友很高 我不買他們的 所以太多人在那些場面 但就變成這樣 就變成文青可能 某時候 走去惡得另一種形象 另一種形象 但Picture那個 其實我是喜歡的 雖然我做不到 不是青的方面 是文的方面 我意思 青的方面 我覺得是OK的 這樣說 但文青也不能 我覺得太麻辣了 但有問題是 文青這個現象 其實對原本那種 很單一 很絕對 而且我覺得 其實很膚淺 的那種 就是你講的 享受 我不是不講的 我經常都說我 享受很重要 千萬不要放棄 不過不要只講享受 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但以前是很單一的 價值觀 文青是一種反撲 我覺得 你喜歡說快 後來 我就說慢 你喜歡說 你喜歡說 某種似乎 我不說 我就說文化 所以文化變成另一種包裝 但我可以說 你喜歡看 最多特技的電影 我不是 我喜歡看 文青很慢的文藝片 所以我都要看 你做的 其實這也是反撲 所以我的點子 正正就是 其實 在我們現在的香港 我看到的是什麼 就是 我們要問這個問題 因為這個問題 是對很多人都正確的 就是我們應該換下去 包括我們一個個體 應該換下去 包括我們現在的家庭 移民 我們應該換下去 我們的生活應該如何換下去 包括我們整個社會 應該換下去 這個 在90年代 以前 是沒有被正式提出過 雖然有些人 有些文人 會在自己大筆疾書 但是社會上 沒有人理他們 即是寫 我們都反思了 我們的文化 但是近十多年 我覺得這是一個真問題 就是發現 不同的階段 都像以前那些 我們想找出路 我們看下去 但是這個問題 一來的時候 就回到 浮世德的大問題 我們是否真的可以 找到一個 我們認為有價值的方向 去努力 有沒有人理他們 可以不可以 以前你不開放的問題 很簡單 這件事 跟著既定似乎有一個 但是當你慢慢發現 不是的 既然有些不合理 或者我根本都跟不上 我信不到他那一套 你就開始 去到某個時候 我要找自己的路 現在找自己的路 其實就變成浮世德 你就成為了 每一個人都是浮世德 你這個意識 你嘗試努力獲得 你自己覺得有意的東西 但是你經常都覺得 又行不到寸進 並無寸進 這是浮世德每一天 你一開始 我已經說了 他覺得這件事很有價值 例如讀書 他最喜歡我讀書 獲得知識 你可以代入任何你喜歡 那些有價值的東西 沒有所謂 浮世德來講 就是獲得世界上所有知識 但是他一開始 他都很不開心 他覺得自己努力了 這麼多年之後 究竟做到什麼 我一看我自己 有意義的路上 走多遠 是不是真的有呢 我覺得自己有意義 而是不是真的有意義 我不知道 這個我覺得是每一個現代人 當你離開了那種 我以前覺得 紙罪金融是唯一的答案的時候 當你離開了那個答案之後 你不得不問自己之後 你會有的經驗 我都沒有很肯定 我是不是走得對的路 就正如我現在很多朋友 這陣子移民很多 移民了半年 我看到很多朋友的掙扎 究竟是否對呢 有很多人有總共的年人 有些當然是為下一代 有些是為了自由 空間 或者是某種居住生活的方式 但是你任何的目標 不應該是免費獲得的 很多時候你以為 你坐在那裡想 我在某個地方 其實很棒 但都是努力去過了那種生活 你會發現其實中間是很大的階段 你怎麼慢慢去避免那個階段 就經常不避免得到的 有很多質疑 我這麼多的犧牲 做這麼多事情 是否避免這條路 移民也是一個貨題 但是不只是移民 上班吧 有沒有試過有些dream job 進去之後會很服 你看看 就是 我聽過很多 很多朋友 對某些文化機構 從事對某些文化機構有很多遜上 進去之後 以後不再做文化相關的工作 文字工作 文化工作 超多朋友 如果類似的課題 他就開始自我質疑 這就是佛斯德 我來講就是佛斯德的困境 他又不能像以前那樣 有一套紀念答案 我一定覺得有 他又不是 他覺得自己有自己的那套 第二 他從來不覺得 在那條路上 真的走出什麼的阿村民出來 你開始問 究竟是否可以 這個最終有兩個開的答案 有一個就是上帝的答案 可以的 雖然中間可能是很多歧途 很多失敗 很多迷望 很多confusion 但是最終是可以的 這個上帝的答案 可能是魔鬼的答案 很多人嘗試努力 這個答案之後 就變成犬儒 我自己是笨 為什麼這麼想這些 事實上 你見到很多 我身邊的人都有 在努力追求一些很重大的理想 和價值的時候 如果失敗之後 他就會走去對立民意 所以你永遠看到很多重要的 不是在香港 在外國也是 很多重要的社會運動 重要的大時代下面 很多人曾經很有理想 拋頭爐灑魚血 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會被遲低犬猿 嘲笑仍然是努力的人 如果嘲笑過去的自己 其實他就是魔鬼 我不是說他差上魔鬼 他就是選了魔鬼 覺得人類會走一條路 就是他發現了無窟的事實 人類不會最終可以獲得 你想要的那種價值 人類最終一定會走去祈禱 就是算了 我享受這個時刻 這就是魔鬼的答案 這就是魔鬼的答案 所以簡單來說 如果我用現代的角度來讀這個故事 我會覺得 我每一個現代的 在某個感應器裡面 都是浮屍的 而我們要問自己 就是你最終 希望自己可以成為魔鬼的讀人 還是上帝的讀人 這是我們每一個人給自己的答案 要浮屍的 這條路就是和我們一起走的 一起走的 所以會顯示到中間有些什麼 有些什麼 可以說的就是誘惑 魔鬼會不會有很多誘惑來 人類肯定總會有一個時刻 是有理想的 我不是一定會說一些很grand的理想 我真的不是 我不是一定會說一些 如何見過帝的那些 那些 那些看戲也可以 那些不用自己誘惑 但是 可以有些很personal的理想 很簡單 可以是 可以做好某一份工 可以做好某一份工 可以很小的理想 但是 你想要有些價值堅持 可能是 但是 人類的黑人周圍 就是無論多少這些價值堅持 因為你總是見不到 一定是work的 這個就是重點 否則你永遠見不到 有保證 因為上帝沒有直接跟他說的話 如果上帝現身 而現身的東西 就是文魔鬼 而上帝的 否則是不會這麼辛苦 你明白我嗎 如果上帝說 你努力 你聽一下我會升職 你熬了這兩年 後年加人工 是真的 如果上帝說的話 就是老闆說 老闆說 你知道嗎 老闆說 真的有很多個案 我看見那些 有很多個案 今年都加不到 你質疑得很好 真的 下次真的會來 經常都說那類似的 即是被科叔 這是很多老闆 或者是不好的老闆 的策略 但是上帝不是差的老闆 如果上帝真的現身 否則不用怕 因為他知道自己努力下去 會有保證 這是好 所以我覺得佛福士特這個安排 劇場就是安排 以前現身的不是很鬼 你看看聖經 現身就會上帝 你迷惘的時候 上帝就跟摩西說話 跟蘇格一底 不是蘇格一底 不是阿巴拉康 蘇格一底 就是整個字 就是跟阿巴拉康說話 為什麼跟他說話 蘇格一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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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沒有看過聖經的 所以蘇格一底 蘇格一底比耶穌 早過耶穌 早過聖經 是阿巴拉康 我講的 OK OK 但一樣的 你看看聖經 現身的是上帝 但去到佛士特 現身的是魔鬼 這個安排 為什麼要這樣 劇場上 就是因為 其實你想想現代的處境 誘惑就是魔鬼 是隨時現身的 但希望和保證 是很少現身的 如果有保證的話 其實人類不是很痛苦 所以為什麼這樣 會相信宗教 相信宗教 就是因為我覺得有保證的東西 但是為什麼 如果你不相信宗教的話 那些東西真的沒有保證 我怎麼知道 我努力是不是真的有回報 說真的 人類社會的共法就是 我經常說 就是 你越努力那些 就可能越黑食 它就是不正確 世界不正確 是世界最核心的真理 我覺得是 為什麼想這樣相信宗教 其中的原因就是 因為它要求沒有這麼正確 在現世找不到 不要緊 你一定會審判你 你可以回到心中 心中有個爽 或者你不相信 不相信宗教 就相信中國那些 有很多人覺得 譬如唐君 是一個很著名的 中國哲學家 黃之鵬是一個 獨東瑞塞 曾經引用過一個 中國哲學家 那就想上天道 他覺得現在 這麼多 這麼多衰人 不要緊 不要緊 天道最終會獲勝 因為 這個世界有天道 有真理可言 他覺得 他不相信不行 因為他不相信 他能走下去 問題就是 不是經常可以 我們想得到這些 上帝很少現身 在尋求真是美的 人生對傳 裡面 我們經常都很辜負力 就是佛士德 唯一不辜負力 就是唯一的判款 就是誘惑的魔鬼 叫你不要再努力 不行 不行 甚至所有犬如的人 甚至包括了某一日的自己 某一刻的自己 你都會笑自己 我會否還要做這隻分工狗 我會否還要做這幾個事 你便開始想 我究竟人生還要做這兩個 這就是我剛才說的 那麼 走下去了 實際上 我講了一些大的宗教 整個歷史會平時 或者是一個世界觀的背景 哥德那年代 大概一百多年代 即十九世紀 很神奇 哥德名義上 是一個基督徒 他名義上是一個基督徒 你相信不相信 他答你 信的 你相信 你相信 他 但是他的信神 是很cracky 其實哥德性的神 不是我們現在理解的神 我們現在理解的神是怎樣 我們現在理解的神 是一個可以人的神 我們有時候叫做個人的神 不過是人的超級爆版 即是人類有些能力 他就全部有了 人類懂得想的 他就全部都懂 所以是全知全能 而且人有時候會做好事 不過經常會做壞事 不要緊 他立得好臉 所以是全知 所以他真的人類好的quality 全部messimized 充滿血 那就是上帝 當然在基督徒那裡 不是這樣說的 在基督徒那裡 就是因為上帝金徑 他用他的形象做壞事 所以我們視乎他是正常的 突然那些個案子 是一種personalized 好像人那樣的上帝 人格的上帝 他有他的想法 他有他的意欲 他甚至可以和你說話 但是呢 哥德 那個年代信的神 不是這樣 至少哥德 他自己信的神 不是這樣 當時代有幾個類似的哲學家 都是類似的看法 例如出名的黑格爾 黑格爾 或者再早一點 會叫Spinosa 他們是一白相成的 對於神的理解 就是他們其實不相信 不相信有個personalized的神 他們理解的神是什麽 成了自然世界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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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有時候有些人說 我的師父相信神是假的 有些基督徒我見過 我不是攻基督徒這個位置 但我覺得有些不好的見證 就是錯了資料上面 有些人跟我說 我有一些人都是 作為科學家 相信的神是存在 但不是的 第一就是 我有一些人說他不相信 不過他說 如果他要相信 他會相信一個 好像斯崩諾沙式的神是 他相信的不是一個人格的神是 他相信自然世界 整個大自然 加密整體 就是神 所以他以下相信神 如果他要相信的話 那 哥德也是 哥德信的是這樣的神 所以很有趣 當然他寫出來 不是 也有人教他 說話 但信件是這樣的 為何特別呢 特別是在於人的地位 這個又是要問的問題 就是人在世界中的位置 也是現代人 一個很容易有混亂的位置 就是人的反應什麼角色 如果 以前舊式的上帝很勁衝 高高在上 那我就會服人 那時候人是很簡單的 我可以很卑微地跟隨這個 這麼厲害的上帝 那是很棒的 他在貿易之所跟著我 他照著我 不過是一個好人的大陸 我不是這個壞人 那OK 這個時候人是很卑微 但我卑微得來 我快樂 我有意義 但另一個 就是很現代的想法 就不是了 如果很現代的時候 就是如果你不相信神 人就是自己來的 人的意義 所有的就是我自己確立的 沒有所謂的 有些神是給我的 其中一個表情就是沙特 是法國的 作家 傳統主義者 沙特就覺得 什麼叫做有意義 我說他有意義 就有意義 我選擇的 意義是人創造的 不是有外在境外 很多人給我的 人自己會確立 自己會創造 我的意義 我的價值 所以人生意義 不用問外求 不是去外面找的 如果有些 以前舊的想法 就是上帝的時候 你會問上帝 我去看神經 他是去外面找的 人生意義 但沙特說不是 沙特說你選擇了 什麼是你人生的項目 你選擇了 自己想成為一個什麼人 你選擇 選擇的東西 有意義有價值 所以人很競促 意義下 這兩個打擊 一個是上頭競促 一個是給你 就是這樣說上帝 就是人自己 就是接觸的價值 來源 但是這兩個 都是割走的問題 割走的問題 一就是人太卑微 人卑微多一點就是 就是人用刊登的說法 一個德國哲學家 德國之爺 就是你不能夠自己獨立的站立 所以就是現某的感規 盲目服從權威 人不能夠用自己的理性 用自己的能力 去理解 世界的理解自己 我能夠依除某些權威 那時候就是宗教 宗教說什麼 我相信 所以他不能夠成熟地站在心 用一個比喻 最終會產生很多問題 就是人最終變成了很強調信仰 但是你不強調的是什麼 人自身 人好像沒有了自己有的那種自由 那種自主 唯一可以有的就是選上帝 選完之後就聽了 第二對人來說 這個未必是最幸福的生活 就是很多人都覺得 因為你沒有了自己 但是同一時間 當你一說另一篇話 就是人自己可以創造所有東西的時候 不用說上帝了 有沒有發現另一種問題 就是後來 現代就批評了某一種趣態 就是人類中心主義 anthropocentious anthropo就是希臘文的人類 anthropology就是人類的 anthropocentious 就是人類的中心 如果人就是 以某種意識的人就是上帝 人就是上帝 人就創造了代替上帝以前的角色 人就創造了所有的價值 人就創造了所有的東西 那會產生什麼問題呢 用凱德界的說法 就是另外一個德國就打進去做 巴士和他力 就是 例如我們以前會覺得環保問題是什麼問題 環保問題就是因為我們過度搶佛船目 那就小心一點 不要搶那麼多 我們當然是這樣的問題 正如如何有休餘期呢 就是因為你魚捕得太厲害之後 你的魚捕捉了 就沒有大魚吃了 當然不要 有幾個魚捕捉魚 就是這樣想 但是Heidegger作為一個教學家 去想法就很不同 又恥恥地 他說這不是一個技術的偵察問題 這是一個存在論的問題 然後你說 你說什麼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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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 是一位 人類重代了上帝 以前 我們 Heidegger的動見是這樣的 人類以前 當上帝在這裏的時候 我們不敢亂來 你覺得自然的世界有自己的意思 上帝做的東西 你做的大哥 上帝做的心盟 當然是有他的想法 我們只是帶著上帝管理地上的世界 但是他不是我做的 所以我不可以隨意亂用他們 他有自己的意思 不是我說他是什麼 他本身有些意思 我們可能撐透不了 但是自然以前是神秘的 是神秘的 他可能有些自足的意思 我不敢亂來搞他的 但是 去到後來就不是 如果用海律格的分析 人類慢慢都成為了上帝管的存在 我們不再相信上帝 我常常相信也好 是Passport上的一個資料 不是 老實說 I am a Christian but I am not practicing 我聽說 我是一個不practice的Christian 你可以問什麼是Christian 他告訴你 我不祈禱 不捐錢 我都不回教會 I am a Christian 你開始 你開始 跟俄詩式民主差不多 這是不是一個衝突 不practice的Christian 但是 變成是Passport的一個資料 問題就產生了 就是 人類現在這麼大的時候 沒有上帝 那自然世界是什麼 它沒有意義 剛好在這 是剛好Random 因為地球的發展 所以就生了那些樹 身體的變化 留意不同的動物 這樣的話 不是上帝有意識 做出來的 所以 看看我產生的一件事 就是那些心臨 自然資源 有什麼意義 有什麼功能 我們決定 因為沒有上帝 他做出來 他本身不小心在這 所以我怎麼用他指揮 up to us 我們決定可以 但我們決定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我們隨意斬 如果我們要做家事 就斬樹 想拖我們就捉魚 你不需要對他有任何敬意 他這樣在 即使用海德界的說法 他變成mere object 他純粹的東西 是否補充一些意義 我們還未把得到 要參透他 他沒有意義 我們賦予給他 賦予給他 不如賦予給他 賦予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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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果福的食物 於是就產生了 在海德界的說法 人類根本還不在乎自然世界本身 即是在乎自然世界 但這句話說到最終 不是就是橫行問題 而是人類在世界中 越來越中的地位問題 就是當人類成為了所有的中心 之後 其實會令到人類未必過 一個最幸福的生活 這就是最吊詭的位置 所以我們說完事之後 反而這些東西會說回來 我們這樣不是最幸福的 你可以在想好 譬如人類自然的關係 譬如說 現在很多反駁 在思想學術界裡面 有很多反駁 就是嘗試說回 自然世界自己的價值 以前就經常說 人 有意義 所以要自然世界 對人來說有意義 但現在很多時候 嘗試說回自然世界自己 你看到現在很多人 說動物 說植物 說很多東西 自己的價值 就是想做什麼 不要經常說人的事 不要經常說人的事 不要經常說人的出發 最終是反駁人自己 當人成為唯一的主在 之後 聽到我們也不可能 改好手段 因為我們不可能 和其他 有一個合理和諧的關係 所以人從來 對人來說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人在世界中的地位 人是很卑微的 上帝 博人赫 還是他本身是 葛賴 上帝一般 創造了所有的價值 的存在者 而在那個年代 他們剛剛嘗試 玩了一條中間的路 所以人 一方面 他們很認識 人的地位 很厲害 他那個年代是啟蒙運動 啟蒙運動 就是慢慢覺得 人可以和自己 站起來 不再相對信心宗教 不再相對盲目的權威 可以自己站起來 但他自己站起來 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 有時候 在葛德文館裡 會叫自己人 做一些神仔 人都像 那種小神一樣 那種小神 就是小神 什麼意思呢 就是 我翻譯得來學 但是 意思是一樣 就是 我們某些意思上 有神類似的能力 譬如我們有秘性 我們有某種感知的能力 某種賦予一些東西的 meaning的能力 這些東西有點像上帝 所以他會覺得 我們作為一個小小的神 照他我們都可以 沒有理由獲得 沒有什麼知識的 他會這樣說 所以你見到 一 他似乎是比較 放棄了 不就是這麼卑微 他肯認了 他認識 人其實可以自己站起來 可以自己 重求自己的幸福 人可以重求自己的知識 不一定要靠上帝 我們自己其實有些洞可以走 但同一時間 他又不是沙特 覺得人在一起 因為同一時間 他又會覺得 有整個世界在神 整個自然世界在神 而人 作為一個世界的部分 就是神的其他部分 我不可能是全部的 這個指 他有一些有趣的部分 就是 他仍然會認識 某一種人的羨慕 人的某種謠虛 所以很多時候 我會覺得 完全以人作為中心的那種世界觀 問題就在於 人類沒有了謠虛 沒有謠虛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一些類似的經驗 其實很多時候 有些人會覺得 看到一些很宏偉的大自然的東西 可能都會這樣說 你會突然感受到人力會很少 譬如我去瑞士的雪山 是很誇張的 或者去泰山 看到其他山 是很誇張的 你上去 周圍都是生意 而你會覺得 我真的很小 他一身 動下都三四千米 要頂他 然後你見不到他 白雪茫茫的 你會高一點雲 你覺得 哇 我不知道之後去到哪裏 事實上 因為我們搭給火車 所以突然就去那裏 但是古人爬 古人爬 這個世界很厲害 我在冰村 刺馬斤 整條村都動 有種mineboard的感覺 我覺得 我是誰 有時候有感覺 失戀 被老闆解僱 很不開心 去過旅行 看這些事情 突然覺得 好像煩惱 不太煩 因為我們那些煩惱 在香港 在某一個坡上 有一個人 失戀 冰村 這麼大 一直在移動 有時候突然覺得 人類那種 卑微 我覺得 這是我們永遠 現代人的一個課題 除了人生意義 那種 我應該怎麼走的問題 另外一個 我覺得 顯體是 和現代人很少相關的 就是 人居應該 有多自大 或者人應該有多天秘 這是現代人喜歡問的過題 也是 因為沒有宗教 我們就開始要問 這個不是一個個體的過題 是整個文化的過題 包括最終就是人和自然的關係 由世界其他自然的關係 包括動物 包括其他與我們不同種族的他者 人與所有的他者的關係 如何 如果與人類中心 就即是某一種自有中心 但你又不能完全不自有中心 因為這樣就變得很恐怖 好像以前 傳統盲目想像宗教的時候 那個年代 的某種人類文化 我不是說差 我不是說差 是開談的 但我覺得 我們永遠要選一個道 給自己 這也是現代人特別要問的 結果 結果 最終是說 我回到那個問題 結果 結果 是 防止最終說了那句話 魔鬼師傅好像贏了 但最終才是救他 為什麼 這是我剛才一開始問的問題 如果 回到我剛才說的大堆 我自己的答案就是 戈德是給我們一個肯定的 他給我們一個信心的 就是他們總統有話 所以 你想想戈德 最終是看到什麼 的影像 什麼的體驗 所以他最終 會有這樣的句子 說出來 所以 我不是說話 因為音樂很不配合 很明白 我適合 下次再說 我不會 我會有 我 我會有 他影響不到我 他影響不到我 謝謝 為什麼他看到什麼影像 你都說了一句話 說 我很想享受一下 讓我看看 你想想他不是看到什麼 他不是看到那個女生 即是不是Margaret 甚至不是在第二部曲裡面 看到Helen 不是幫德皇打贏仗的那個時候 他是有一個理想 希望建築一個土地 這顯示了他人覺得人的能力 知其開國為之人 是為海做田 我們叫做 是天海 在那個年代很厲害 將海變成田 還有地 這個是上帝才能做的事情 但他說那些人都行 我可以自己努力去做 但事情是很辛苦 所以做百多歲的他 是否死了便會完成 但我們可以做 我們有能力去建設一些價值 而最終他見到的 他最贏了的人 是見到未來 一大堆在上面生活的人 可以自由地安靜 目嚇迫 可以選擇自己的生活 的那個世界 那個圖像 所以最終他覺得 是給了一個顯示 人家是可以的 他最終是覺得人家是可以的 所以最後就算說了一句話 說我很享受 讓我停一停 享受一下 而魔鬼以為他贏了 但是上帝都要拯救他 這些天使要拯救他 因為其實他最終 是代表上帝打贏的團長 他贏了魔鬼 所以他最後肯定 由原來可以憑著自己的理性 憑著我們的努力 最終可以建立了一個有義的人生 和一個有義的世界 所以我的結論就是 其實 體驗房頂德 如果用這個角度設入 用現代角度設入 他是說某一種 我們怎樣在保證 甚至不一定是希望 前路是 類似是晚上出海的 你不如見到前面有沒有東西 但是你只要努力的 還可以上次做的時候 他告訴你 你總是可以拿到我的東西 這個我覺得 是房頂德最終的 所以他有一句句子 我還不可以分享 就是 找句子 我是找得慢的 因為我不喜歡看我的書 所以我的書全都沒有看過 當然有一個戰術 就是你不知道 我是否真的全都看了 所以我每次打我的信 都是這樣 但是結果代價 就是找一句句 就是找得久一點 就是我想找的 自由的什麼什麼都是為了自由的才能自由的 我先說些話 所以 其實他肯定了很多人生價值 而且他肯定人生價值 不是很膚淺 而是有的 他是很認識 人類面對的種種艱辛 甚至乎 我覺得這個好的 我自己讀法 就是 挫折和誘惑 未必是差的東西 我自己再讀下去 就是 其實你沒有魔鬼 他不會有機會 他最終成就了最後的那個學士特 他最終成就了最後的學士特 是全革魔鬼又能力道他 又做很多事 教壞他不入歧途 他最終流氣 他自發人間之後 他更加認識到 那種最終他追求一價值的可貴 他不再是一開始 所以很有趣 他最初就是 第一步的案件上 就是長期 你是在書房的一個人 他最初的世界很小 但最初 但後來摩克戴走到大宇宙之後 他看到了很多東西 最終他的理想 和我會思想 在一個世界中實現感 所以 有誘惑 有挫折 有失敗 在這本書裡告訴我們 反而是成功的必要條件 一起走一個更加厲害的我們自己 用一些老套一點的 激烈心的說話 你沒有那些 類似你開到那種挫折 所以 沒有那些 成就不到今天的理想 雖然可能今天被你已經投降了 如果你還未投降的話 而這個最終 是拉下去講香港 還有十分鐘 我看看會否有問題 我還未找到 我下次再回來 就是 我想講兩句香港 剛才我很擺在個人身份上講 我想鼓勵大家 佛士德是一本 對現代人來說 都是打氣 或是給我們一些 動建 我們走路的小船 劇作 但我的問題就是 一個人如是 能否一個社會 不是一樣如是嗎 你如果覺得社會有些方向 你覺得走路的方向是好的 是正確的 是對的 但這麼容易被改變過 我怕不好 事實上我們都改變不同 事實上我們都改變不同 很多時候想社會 可以有一個 法治的方向 那應該是一個 好的社會 或者我們屬於的社會 應該行的方向 但理想之外 理想就是 同時之一樣 容易完成的 集合理想 你想注定地 必定地有很多阻落 而且你想還有一個特徵 就是 上帝不現身的 你永遠不知道 就正如烏克雷人 你永遠不知道 場上打完之後是怎樣 你真的不知道 沒有保證 會不會輸 怎麼知道 歷史上幾多民族輸了 幾多國家 沒有了 台灣綿原住民 你有沒有看 塞德巴克萊 都不知道為什麼 我都不知道 塞德巴克萊 他很生氣 我都不知道 你再放給我 我錯了 塞德巴克萊 塞德巴克萊 對 塞德巴克萊 我心想上去 就是 那時候他日本人 壓榨了 頭髮熱潮 到最後 忍不住 他覺得 我為什麼會做怨忍公民 做到這樣 然後拍檔反抗 結果 大家很好看 他 他最終 就是要告訴你 我們是跟你一樣的 不是你們可以隨意露躍我們 跟你一般人說 最終有一場很大的反抗 事實上 他都知道 是不可能贏 最終 以貿易的感受 甚至 台灣綿原住民 到現在 都已經完全漢化了 舊有的文化安排 都突出了很多 事實上 從一個大的時代來看 他做事就是圖然 又沒有好結果 又不知想怎樣 就是全部都死了 但是我們要想的 這個事實上就是這樣 就是你永遠不知 你站起來 去振命一敷 做一些你覺得有意義的時候 那個社會 那個社群 的理想 沒有實現到 當然沒有保證 但是我倒轉就會覺得 這個 反而有時候會令到一個地方 變成一個更加成熟的地方 更加成熟的那個社群 就正如魔鬼一樣 你如果一個地方 沒有遇到這種挫折 其實我文化通常都很膚淺 我就覺得 就正如我批評 八、九歲內 有這種文化的人 因為沒有挫折 其實很簡單 但當你經過很多時候 你才會想 我們應該怎麼走 才慢慢成為一群更好的人 所以我想帶出一個更大的過程 就是 不只是個體 就是一個社會 任何好的東西 可能都是我們不知道 有否能夠拿到 是否真的有保證能夠拿到 但是不等於 沒有價值 而浮舌就是一個代表 在他意涉 甚至那些魔鬼 那些大層魔鬼 其實是令到我們變得更好的 社會的標條件 是否能夠拿到我們 我們不知道 但是不是夠想 這是我自己看的時候 會看到的 我還沒找到一個人 找到一個人 但你有問題嗎 有問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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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有問題 有問題嗎 就是你感覺到我解一些經典的事 尤其是文學 哲學是比較難的 它比較明東名昌 不是比喻 它真的有一個概念 給我這樣寫 但是藝術作品 好的時候是開放 我們怎樣可以用現代的武之刺 去讀它 讀某些東西 那我就 我示範了一次 我怎樣用我的方法 就能否判 我給我的啟示是剛才那幾個 所以今天的課題 就是想想做一個犬儀主義者 還是堅持很多藝術人 還有想想自己的世界中 精工藝術中 人體有多大 擺演什麼角色幾個問題 這兩個核心 串聯成本何時可以 已經讀了很多東西出來 很多細節都超級 一文可言 那這些細節就沒有了 有什麼 有什麼 在我找的時候 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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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分享 我找到這房子 就完成了 簡單來說 我無法解釋 我解釋一下 我想找到這房子 就是他想說 一片自由和什麼 一片自由的土地 只是值得 那些努力爭取自由的人 所擁有 大概是這樣 但是不是Excelerating 當然 有不然就不用問了 但是我想說這件事很棒 是因為 他不是自由的 我還說一件事 但是簡單的就是 一個地方 一個樂土 它有什麼價值 可能是自由 可能是平等 可能是公義 可能是種種東西 如果你本身不是努力去爭取 的話 就算那些地方有 所以很多時候讀 浩士德 有個廣白的浩士德 整本書 有些人會有一種 叫浩士德精神 有些人會這樣見出來 尤其在中國傳統下面 因為是孤雄明說的 孤雄明是一個 德文人 他跟德文說話 看了浩士德的職情 他的總結 浩士德精神就是一種 永遠不如武力向上的精神 這個就算是孤雄明 我猜在浩士德精神也看到 他實際上 那句話 那個意思 就是 重要的不是最終的 效果是否自由 是你是不是努力去爭取 而就算再有那個風勢的果實 只有你努力爭取果實的人 你才值得去享受那個果實 所以我鼓勵大家 所有人生的論題 你都可以 感受到努力的價值 最終才有成果實在是屬於你 今天我講話有這麼多 多謝大家